請就是當地最有名的廚師 然後煮那個好吃的料理 泰國菜 然後大家吃完之後 再請調酒師 然後就你想喝什麼酒 就請他調 就奢華的生活 對 但是這個時候 完全on schedule 就照自己的那個 schedule 對 這個時候就要請表演的來的 就可以請人妖來表演一場秀 跟活動 或是可以來個什麼 就是大家一起互動 對... 然後再請DJ放音樂 然後一邊喝酒 一邊喝 妳這一段有跟泰國觀光局合作嗎 沒有 怎麼形成形 我感覺很像 真的要以為我們在推一個行程 有一點 這個就是個行程了 泰國觀光局 可以找我啊 泰國觀光局 就是然後最後 一定要有姐妹們聊天的時間 就是大家都可以走 自由行走 自由發揮 對... 然後就可以大家聊心事 聊聊過往的情史 然後講一些秘密 分享 我覺得婚前就是一定要這種 才最好 她這個相對算單純 今天我要講的是大家講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 如果我結束 一定講一個最特別的 最猛 我告訴你 不要再想要玩樂了 這些人 當你結婚是一個新星星 你要拋掉你的過去 如果我要辦單身趴 我要請五大宗教領袖 或三大 因為我也不知道 比如達賴喇媽 翻譯那些什麼教訓什麼 來 然後我要做一個 告解 懺悔 檢討追思法 Ending吧... 我好不想看見 因為我這一生 我這一生 方向是太多 對不起的人也有一些 對不對 妳要放掉這些 我要叫比如達賴喇媽 打給其他 某一個前男友說不好意思 來一下 我想要幫你們 促成你們的和解 因為真正 我告訴你 你真正結過婚 在你結婚那個時刻 其實你會有很多的畫面 你的過去什麼什麼的 我告訴你 不要裝清高 每個人都做錯過事了 我正式跟你宣告你 你是罪人 對 OK 然後... 我們都是罪人 對 我們都是罪人 對 所以你看不只達賴喇媽 也會有神父或是牧師 就是依照我前男友 又有不同的信仰 然後找一個公正人 又有這個叫什麼 公信力 然後得高望重的 然後去做一個和解 然後你也誠摯的說 我希望我的婚禮 得到你的祝福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朋友 他結婚以後幸福美滿 但是他真的夜深人際 會想著那些對不起他的男朋友 他會去看他們 很多人會去看前男友的FB 對不對 想說你過得好不好 你過得好 那我要比你更好 大家有時候是看起來 表面光鮮亮麗 心底有事放不下 那你結婚要新的開始 你不如就來一個告解他 因為請達賴喇媽 比請布萊德比特來貴 我告訴你 不是嗎 你是有去巡假過嗎 為什麼會知道 他們有報價是不是 宗教是無價的 對 宗教是無價的 對 是無價的 感謝的時候 祝福了 要丟掉過去 是 因為今天聽了很多 這種荒唐的一些 幻想 幻想 深深的就是覺得 他們真的壓力很大 這個也讓大家紓壓一下 今天整個小時 你就當在夢幻當中 幻想 對 絕對不要 無緣無故挑戰道德 對 很容易 剛剛這些法理 都吃官司的 對